在我眼前這位呢就是我要找的改裝系車達人啦 他是LB,他的愛好呢是改裝車子 平時都是自己一手一腳不會愛車改裝的喔 這是因為他是一名機械師對引擎方面具有專業的知識喔 你們為什麼會要改裝? 其實我們是很久一起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他們改,我們也是各自改的 喔,所以你改了幾年 我自己的車速叫了七年 對,七年,七年裡面有一天的小計程 小改吧,我們是看小改 小改,小改 唉,我真的好外人 對車的內部改裝實在是物理看貨啊 為了讓我有更清楚的概念 LB還特地找了一輛車作為講解的對象 這個引擎我們叫它國際U13 Mitsubishi原廠也是沃輪引擎來的 它是特別的,這輛是設定給零到四百的 我們把底部稍微做了改裝 比如它的Distance 還有這個Vlog把它改大了 就提升我們的馬力 提升馬力的當時 我們呢,引擎裡面的部份 聽見也是跟著提升 原廠是八十五,我們大概給它提升到八十六 原廠馬力是兩百八十 所以我們提升的Vlog過後 還有其他部份我們大概可以去到六百 這輛車,它如果打滿油的話 可以大概走多久 因為這種是新能引擎 所以我們都是要求它五千七 一定要搭九七 大概可以走多久 在市區走的話是跑兩百多公里 或者是Piway的話還是三百 如果打滿油真痛的話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的話大概百二 百二? 嗯,百二 因為它的渣度大了 我們的細風量也比較大 這個蓋也是有它的作用 因為我們在架子的時候 它封進去的時候 它可以順順的進來 可以把我們散熱從這個孔進去 架大的這個散熱器呢 是補助我們的水溫 它的PiPing 我們也是依據渣度的尺寸 來跟著它的風來 其實部隊也是跟著蓋大的 是火它的風平的 排氣管系統 原廠是保持在2.5吋的 該裝車都是用3吋的 根據我們的馬力提升 就是我們的煞車系統 Vrape System也是會跟著提升 原廠來是四個貨的 我們把改成六個貨的 Vrape System會比較大便 MST就是給它電台的表達 起車的時候會比較穩 車會比較有力 該裝車的黑油呢 我們大概都是用比較好的 不是用福利型的對 大概粉六舌的黑油 如果是普通車的話 我們是用四舌 或者是25舌之類的 那我們這輛車其實是合法的路上車來的 只是我們沒有在公路上飄車之類的 我們都是在指定的賽道上 我們跟朋友有意賽這樣子切磋 或者是男人Event 我們比如說有比賽的賽事的話 我們都會去參加比賽之類的 介紹完引擎的改裝之後呢 我隨著LV進入汽車前座參觀儀表牌 當引擎經過改裝之後呢 駕駛者就必須掌握更多有關引擎的狀況 也因此延伸出儀表牌改裝 看著眼前各種顯示著不同信息的儀表指針 我突然覺得汽車改裝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簡單啊 在引擎室裡面我們都不懂會有什麼狀況發生 本身駕駛者我們是從裡面看內部看我們的儀表 在引擎室裡面我們都不懂會有什麼狀況發生 所以我們的METER我們大概會裝 OILPRESS OIL Ta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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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一位非常有氣姿的女生